凡事欲择利,不欲择废 谈判是一场不流血的战争 谈判是一门求双赢的艺术 纸上谈兵不是真本事 运筹帷幄才算真英雄 有血有肉的谈判课 有玄机的谈判桌 我是刘碧荣 我带您决胜千里 大家好,我是刘碧荣 欢迎您再次收看和风谈判课程 今天我们进到我们最后一讲 第二十讲总结 决战谈判桌的心理素质和性格要求 我们学了半天谈判 我们进到第二十讲 那我们到底有没有机会 成为一个好的谈判者呢 或者我在心理素质上 我要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那大概来讲 在不管心理、生理 有几个基本要求 你可能要看看你有没有 或者我们设法去培养 第一个谈判是个体力活 你知道吗 所以你要有好的体力 非常非常重要 好的体力 因为有的时候真的在国外 你看一下谈判 这没日没夜的 对不对 你不能说我到时候一定要睡觉 除非你告诉我睡觉 也是你常用的战术 不然的话你没办法睡觉 没日没夜 挑灯夜战 那你说我体力不行 或者体力行 脑力不行 一挑灯夜战 你整个脑筋就蒙了 一片空白 你怎么谈判呢 是不是你能谈判 所以你体力脑力 然后呢 喜欢与人接触 这很重要 这个喜欢 你要做好的谈判者 你必须喜欢跟人们接触 那你说 老师 我就是很怕 或者我不喜欢跟别人接触 那怎么办呢 那你就不是上 你就不是上桌 你不是上桌的人 你在后台 你在设计各种的战术 你在研究各种的 这个 这个合同的草案 对不对 那是你 因为你不喜欢跟人接触 那基本上你是靠这个 你是做后勤的 前面级的跟人接触 然后呢 更重要的是 你在性格上呢 你要有足够的耐心 我们讲过 你光是体力不够吗 很耐心 那个能够抽丝剥茧的 知道问题的轻重主从 我们常常讲说 很多事情 它是谁影响谁 因果关系嘛 主要有个轻重嘛 我们在谈判的时候 我们讲说 Must want to give 对不对 哪一个是你一定要的 哪一个是可要可不要的 哪一个可以放出去给人家的 那你要分得出来啊 你自己的东西 堆堆在桌上 你都分不出来一个轻重 分不出来一个主从 你都不晓得 什么跟什么换 那我光教你说 要交换交换 你都搞不定 什么跟什么换 那你这不是白血吗 对不对 所以你要晓得 轻重主从 而且我们常常研究谈判 我们发现的 谈判桌上不能有个人英雄主义 它是一个团队合作的 它是个团队合作的活 你英雄主义 英雄主义 比如说 我今天说 你可能要唱黑脸 或者说 你可能要闷他一下 对不对 那你说不行 闷他一下 都没出息 我来找他谈 你一个人谈 你根本就坏了大事 尤其很多工程师 他本身没有受过 完好的谈判训练 美国曾经讲过这样的经验 那经验 那当时两队人马势均力敌 那个卖方也不见得输 可是卖方的工程师 不经意间 一级了 势均力敌 就是表示一时三刻 还陷入胶着 他一级之下 他讲了一个话 他说跟买方说 那你们到底要 我们怎么做 才能拿到订单吗 这一讲出来 卖方的 卖方的领导 整个人就慌了 我天哪 你工程师这一话讲出来 那表示你多急切 想要这个单 那你一急切想要这个单 那别人买方 他就不急了 那你有什么筹码呢 结果那次果然一败涂地 一败涂地关系什么呢 就是那个工程师 他放了个泡 讲了不该讲的话 他卸了底 所以美国哈佛商业谈判 商业评论 哈佛商业评论杂志 才讲说在谈判的时候 你特别留意 主坛代表你要把底下的人要管好 不能让他放炮 对不对 那我现在教你这些做底下的人 你不要有个人英雄主义 然后在整个技巧上 你要会学会倾听 倾听非常重要 常常很多人的课讲 倾听 你真的会听吗 你要听他心里的话 我们人在谈判的时候 很多话咱们是不讲的 不是 你怎么问我都不会讲 我干嘛讲 在伤你呢 对不对 可是你问我的话里面 说不定我不经意间 你会看得出来 其实我蛮重视什么东西 在倾听嘛 然后我们想办法在做法上呢 兼顾双方的利益 这是要训练 这是要训练 什么训练呢 在我方利益 跟对方利益中间 找到平衡点 这要训练的 我们常讲双赢双赢 双赢是交出来的观念 所以我要在我的利益 跟对方利益中间 找到平衡 你都是强调自己的利益 人家不宜 都强调他的利益 那我们内部怎么会准呢 所以我们维持一个平衡 平衡在这里面呢 才能找到一个妥协的方案 我们谈判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是 你是要妥协 那你妥协怎么来呢 对不对 你顾到我的利益 我顾到利益 而且我在整个素质上 我不是脑筋里面 非黑即白的 我可以接受灰色 我常常开玩笑 我说全赢叫做白马 全输叫做黑马 那谈判的时候呢 你要习惯接受斑马 就是赢者不全赢 输者不全输 那不是技巧 那是一个素养 有这种素养 我才能得到一个妥协的方案 我们才可能双赢 美国总统里根 里根被人认为是很有名的 是伟大的沟通家 里根以前就讲一话 就一路流传下来 里根的幕僚就讲 当年里根总统在讲的 常常告诉我们 不要拿一百分 拿八十分就可以 你拿一百分 别人就是零 那别人是零 那那怎么可能双赢呢 他怎么可能 什么履行诺言呢 所以你拿八十分 他留二十分 他没有全输 你也没有全赢 这种关系可长可久 所以这个是谈判重要的一个心理素质 所以听了二十讲的 这个和风谈判课程 我不晓得你现在的感觉是怎么样 有没有对于谈判 稍微有这么一点感觉 可是如果你想真的变成谈判高手 其实哪里这么容易 听了二十讲 两个小时听下来 你说你马上变谈判高手 也不是那么容易 你一定会有问题 对不对 那你回家以后 你再听听问题 你把我们讲的这二十讲东西 你要落地 那落地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可能缺什么东西 你再回来看 回来看可能还是有缺不懂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发问 你可以发问 所以你在网上 根据这个学阿网的一些规定 买个学阿币 什么 你是可以有顾问咨询 发问的 你可以做跟我们的咨询 那基本上呢 除了我以外呢 那我们和风谈判学院 我们有整个和风讲师的团队 那整个团队呢 都很乐意随时在网上帮各位解答问题 所以一定要有互动 一定要回答问题 解答问题 提出问题 你的东西才可以真正学会 所以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 希望真的能够有点帮助 这样在事业上能够再创夹击 有机会 我们再见 这是一场有谋略的脱口秀 这是一张有玄机的谈判桌 我是刘碧荣 我们下次再见